中广论坛 我心里想说会下雨吗 结果今天看起来好像还好 希望这个讨天气可以持续一整天 大家应该都知道说 今天晚上在凯道 有选前的 几乎是可以说是 韩国瑜最大场的一场造势 虽然他选前职业是搬在高雄 但是 他凯道的这场造势 我感觉会比高雄的那一场 人更多 为什么 因为这个礼拜 我不管是在我的脸书的留言 又或者是在我在跑基层的时候 因为尾牙时间到了 所以最近我们有很多尾牙在跑团 然后 真的很多人 连那个尾牙的时候 像邻里里面的尾牙 然后邻长 然后志工 非常多人看到我 包括菜市场 去菜市场拜帮 李彦秀拜票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会主动来问我说 你高雄会去吗 会去开道吗 会去开道吗 所以这句话 最近已经在我的生活圈里面 已经几乎变成是一个问候语了 1月9号你会去吗 你会去吗 所以我相信 这个气氛的氛围 跟 那时候六月的时候 韩国瑜的那场凯道的活动 的氛围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 大家是非常热情 而且开心的说 要去开道 最近一直有支持者一直在问说 然后媒体 媒体也很多人来问我的意见 就是对选情的看法 那我必须老实说一句话 近12年 近12年来的每一次选举 包括两次台北市长的选举 还有两次总统大选 我可以 我可以 比较臭屁的说一句 就是我在这12年来 预估选举的 这个结果 其实还算是准确 甚至像两次台北市长的选举 我大概半年前 我就感觉到氛围不对了 在半年前 就感觉到氛围不对了 因为选举是这样 当你卡到一个地方 每一场选举都是这样子 除非是实力相差很悬殊的 那就没有话说 就会一直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走 一个在很高 一个在很低 然后一直走 然后最后走到终点 这个是实力相差很悬殊的状况 但台北市长的选举 从来都不会 很少发生实力相差很悬殊 因为国民党和民党 都会派出最强的人 所以 唯一一次台北市长 发生这种平行 各自走各自的 选战打得很低调的 情况只有在 马英九跟李应元的那一次 如果大家还记得 马英九跟李应元的那一次 就是打得不温不火的 两边都没有什么火花 然后马英九就遥遥领先 然后一直领先到最后 所以 大概台北市长只有那一次是这样 其他的时候 都是会有一个 高的有可能 如果他打了选举不对的时候 他有可能这样 然后低的一直在 努力往上走 因为双方实力很接近 所以 当 卡到一个点的时候 你看国民党的 选举的方式 这个候选人的选举方式 如果卡到一个点 你觉得他有问题的时候 接下来如果他 没有改变这个点 他就会一直往下走 如果他改变这个点 他才有办法往上走 所以其实有时候 有的选举 你看这个候选人的 选举方式 还有这个候选人的特质 确实是 很有可能在半年前 就预定了结果 那我这12年来 唯一一直到 今天我都还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判断说 会不会赢的 选情很焦灼的 大概就是这一次 我觉得就这一次 过去两三届 从2008年 2008 2008是马英九 对上谢长廷 2012是马英九 对上蔡英文 2016是蔡英文 对上朱立伦 然后2020是蔡英文 对上韩国瑜 这次是总统大选 前三次 坦白说 大家选前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知道 2008年的时候 没有悬念 马英九 对上谢长廷 没有悬念 那时候 民进党才刚 在阿扁 贪户的这个泥沼里面 所以那一次的胜负 是没有悬念的 相信 大家在选前的时候 都知道 那 2012年的时候 马英九 对上蔡英文 其实 虽然那一次 民党的打法 声势有起来 但是其实 我们圈内人 从来都不担心 因为都知道 只是说 不知道赢多少而已 就是你知道 一定会赢 但不知道赢多少 那 马跟谢是 也知道一定会赢 然后 不知道会赢多多 这是 不一样的概念 就是 我知道会赢 100万或200万 我不知道会 多到什么地步 那 马英九 跟蔡英文 那一次 我知道会赢 但是会赢多 30万 50万 或100万 这个 没有办法确定 那 2016年也是 就我们从头到尾 就大概知道说 今年的巡情 大概 不 不容易 所以一开始 大家看到说 国民党内部 几乎连 有意来参加 总统初选 的人都没有 最后只有杨志良 跟朱祖杰 就是 国民党那些 大佬们 不管是吴敦毅 王金平 朱立伦市长 在那个时候 都没有出来 参加初选 是因为一开始就知道说 这场仗很难打 那所以 所以 2016年最后 只是不知道会输到什么地步而已 但是 几乎是 一开始就知道 这场选战的状况是悲观的 那至于2020年呢 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特殊 比较奇妙的状况 为什么 2020年的 这场选战 是一个蛮 蛮惊奇的 怎么说 在19年的 18年的 县市首长选完之后 国民党全面大胜 那当然我们对2020年就很有信心 可是 在19年的 1月 2月 3月的时候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回顾 可能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 在1月 2月 3月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 台湾的总统候选人里面 声势最高的是谁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农历年前的时候 就 县市首长选与一结束 韩国瑜当选 柯文哲当选 然后国民党拿下15个县市之后 就开始随即 开始在讨论 2020的总统大选 那 民进党的人选 可能有蔡英文 可能有赖清德 好 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蔡英文 赖清德才是后来出来 明讲可能有蔡英文 那国民党那时候 出来的人选是 朱立伦 王金平 跟吴敦毅 大家如果还记得 2019年农历年前 媒体做的民调 基本上是这样 朱立伦 吴敦毅 跟 王金平 这是蓝颖的可能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 柯文哲 另外一个就是 柯文哲 所以 那个时候 民调做出来 任何人都赢蔡英文 哪怕是王金平 都赢蔡英文 但是 柯文哲 赢了所有人 如果大家还记得 也就是说 这几个政治人物 排下来 柯文哲 朱立伦 吴敦毅 王金平 还有蔡英文 这五个 国内的主要的 那时候并没有韩国 因为韩国才刚当选 高雄市长 那时候 主要的五个 总统的可能的 候选人里面 柯文哲 是第一名 然后蔡英文 是最后一名 所以变成说 蓝绿两党 那个时候 记不记得说 从一月到四月 的时候 蓝绿两党 都是在找一个人 能够民调 赢过柯文哲的 都把柯文哲 当假想敌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那时候柯文哲 还说 哎呀 你们都把我当假想敌 如果我不选 你们怎么办 那时候柯文哲 确实啦 后来确实也发生 这种状况 沙咖都跟两咖的 打法完全不一样 候选人也完全不一样 选举就是 没有绝对的 迎遍全世界的候选人 没有没有 选举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棒打老虎 鸡吃虫 就是老虎很厉害 某一个候选人很厉害 但是他就是偏偏怕 怕上某一个人 像那个时候 2014年的时候 连胜文的民调 跟连胜文的形象 也都是 那个时候 不管是国民党 或台北市都相当高 就对上了柯文哲 那在那个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不管是仇富啦 仇权啊 等等的 然后最后 柯文哲就受益了 很多人都说 如果那一年是 丁守中的话 国民党未必会输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选举向来比较是最残酷的 没有哪一个候选人 打遍天下无敌手 只有 看不同的对手 不同的阵容的组合 才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状况 所以我刚刚前面说到说 两个人打这场总统大选 跟三个人打这场大选的状况 是不一样的 但因为那时候 柯市长的民调都是第一名嘛 所以不管是国民党 或民进党 其实都一定会把柯文哲当做是 会出来参选的假想敌 于是蓝绿都在 看谁能够赢过柯文哲 才有正当性 那个时候在国民党里面 对于这段 这段回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原因 等一下跟大家报告 这段记忆我记得特别清楚 在国民党这个部分 朱立伦市长 他那个时候当然是国民党内最有正当性的 不管是年纪 又或者是历练完整 而且他新北市长也卸任了 国民党内普遍会觉得说 其实朱立伦市长是很合适的人选 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 但是唯一的考虑就是 他的民调 一直没有办法超越柯文哲 一直没有办法超越柯文哲 于是大家就一直在那边想说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的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没办法超越柯文哲的时候 那重返执政不就有困难吗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民间有呼声说 要找出国民党最强棒 不管他是谁 不是找适合的人 而是找最强棒 因为大家渴望说能够重返执政 好啦 那这个最强棒 最强棒就开始陆续点名 最后韩市长就在农历年后 就浮出来在民调的台面 那其实早在农历年前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 二月那个时候 其实没有一家民调公司 把韩市长放到民调里面 因为毕竟他才刚当选两个月 那时候是把朱立伦 吴敦云 王金平 放进去跟柯文哲比 但是在农历年前的时候 我就跟党籍的一些朋友说 我说要把韩市长放进去 要把韩市长放进去 因为我在民间 在一般民众里面基层 听到非常多人在私下在觉得说 其实韩市长才有可能赢柯文哲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二月的时候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年前的时候刚好跟一个党籍 另外一个民意代表 在讨论这件事 我就说 第一 我敢打赌 选年后 媒体一定会把韩国瑜 正式放到民调里面去 做调查 这是我的第一个揣测 第二个 我说如果媒体没有放的话 我愿意自己去募款 自己去募款 帮 帮 把市长放进来 韩市长放进来 然后自己做一个民调 因为我要确认 到底谁能够赢柯文哲吗 这是我那个时候私下 私下想在聊天的事情 就是因为 那个知识者想要重返执政的心 太迫切了 那果然 过年后就 我记得三月的时候 就开始有第一份民调 把韩市长放进去了 那果然 韩市长一放进去 就 遥遥领先其他的 所有候选 包括柯文哲跟蔡英文 蔡英文一直是最后一名 就不用说了 那 韩国瑜不但在党内 就领先了 朱立伦 领先了 王建平 领先了吴敦毅 甚至连柯文哲 他都有一段相当大差距的领先 所以当第一份媒体 这样子做以后 其他家的媒体也就开始 一起来 来做这样子的调查 好啦 然后 后来就 当然就基层的声音 就会越来越大啦 就是会看到这个希望 就会一直去 push韩市长说 你要为大局考量 所以才 其实才有后来的 他说yes I do 这一段啦 所以大家 当然民进党骂是一定会骂啦 就是骂他 没有诚信啊 离开高雄啊 这件事情 骂是一定会骂啦 不过 每一个事情的发生 都会有他的原因嘛 有因 有因必有果嘛 你这个果的发生 一定会有原因嘛 那他的原因 难道 其实从来都不是说 哎 还是让自己规划好的 他甚至 在他人生里面 他也没有规划好说 他要参选高雄市长 而且还会赢得高雄市长 那当然 他就没有 规划说 他要选总统 所以我觉得 用这个 落跑来形容 一个政治人物啊 我觉得其实是 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 每一个政治人物之所以 会去尝试 另外一个跑道 一定是来自于 民意的基础 跟呼唤 如果没有 民意的基础的话 他已经有 这个职务了 他怎么可能 再去 去追求 另外一个职务呢 你看像 我们那湖南港好了 你说现任议员 高家瑜 他也是刚选上 议员没 刚连任没多久 对不对 他也是去年 让人家投他一票 然后今年又要叫 人家再投他一票 一样的嘛 所以 这个 那他为什么 这个底气 那当然他是 民进党里面 在内湖南港 声望最高的 所以一定都来自于 民意的 一定民意的支持 一定支持者的支持 这个本来就是 民主国家的常态 所以刚刚就在讲说 其实 为什么会 有韩市长的 突然的 从天而降 这个是有原因的 原因来自于说 其实三四月的时候 蓝绿两党都在找一个 能够胜过柯文哲的人 那柯文哲 其实后来没有参选 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 也是因为 韩市长的出现 然后第一个 把所有的新闻的 媒体声量焦点 通通吸引住了 因为大家应该记得 柯文哲 大概已经连续六个月 在网络的那个声量 是非常低迷的 连续大概六七个月了吧 从去年的 不止了 他的 我看那个曲线 他的网络声量很低迷的 这件事情 大概已经有持续 七八个月了 所以也就是说 在初选最激烈的时候 六七月开始 国民党的初选 跟民进党的初选 吸引了所有的目光焦点 那 韩国瑜的 那个支持度 一直都还不错 所以 柯文哲就 无形之中 他的空间 就不断的被压缩 所以到最后 他选择不出来 好啦 所以这个因果 是很难去 大家 听完这样 有没有觉得 这个因果 是很特别的 好 韩国瑜 因为柯文哲 所以出来了 国民党 希望找一个 最强的人出来 是因为柯文哲 所以国民党 有一个韩国瑜出来 可是在韩国瑜 出来以后 柯文哲 却不出来了 因为声量被压制了 好 那当柯文哲不出来以后 只剩下韩国瑜 跟蔡英文 却又有人 去掉过来 哎呀 如果是朱立伦市长 来选的话 就怎样怎样 其实这个都 历史是不要去放马后炮的 每一件事情 他的轨迹 就是你今天走这条路 然后你就必定 弯这条路 然后就会这样走 这个东西 就是历史的轨迹 跟必然 就是你没有办法 再去说 早知道怎么样 早知道 那如果说当时 国民党初选的是朱市长 那如果柯文哲也出来选 那现在又是撒嘎都的状况了 撒嘎都的状况 你又不知道会怎么样 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 很奇妙的 就是 我们不知道谁 出来一定会赢 但是我们只知道说 就起码 其实韩市长 大家都蛮敬佩 就是奋战到最后 这中间里面 大家曾经看过 民党的攻击 有多么猛烈 也几乎一个礼拜 就一个爆料 一个攻击点 然后媒体 我不敢说 某周刊 是不是有配合 变成说政党的打手 我不敢这么说 我只能说 也刚好 他的眼中 只有一个候选人 叫韩国瑜 每一个礼拜 都是韩国瑜 对 好像 我们台湾 只有剩下一个候选人 所以 周刊也是一周一爆料 大家去数 已经连续几周了 不知道都没有关系 因为韩国瑜也都 看起来都挺过去了 挺到今天 越来越多人 告诉我说 不相信 不会赢 我刚刚说 过去12年 我对于选情的判断 基本上都 都 八到九层的准确 我基于说 不管是说 科学性的 譬如说 做一些调查 或者是说 对于说 民间温度的一些感觉 又或者是说 从网络新闻的语量 从多方面的元素去分析 我觉得我都是 算是 但 这一次 这一次 我跟 我跟 刚刚跟志强在聊天 我就说 我实在是 这一次是 很 很 很难去 确认 因为我就觉得到 现在都还很纠结 很紧张 我说 我真的很难去 这一次我是很难去判断 然后他就说 他也是 他也是 因为 这次的选举 我们感觉到 非常的 在 支持者的群众 甚至都出现一些流动 什么叫 支持一些流动 就是 过去我们认为 这个人 可能连我们自己的朋友 他是支持男的 但这次 他对韩市长 有一点意见 那 可是过去 我们知道 那个人是 支持率的 长期都支持率的 上一次 也是投参 但这次来告诉我们说 他要 支持韩市长 所以你知道吧 这个 为什么会 这次的 很难去预料 是过去 你可以有一些基本盘 然后去算一下 然后再乘上投票率 你大概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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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算得出来 大概的可能的结果 但这次其实 基本盘出现了 所谓的流动的状况的时候 变数就很大了 因为你不知道 有多少流过去 你也不知道 有多少流过来 因为这是第一次 发生这种状况 这次的选举结果 我觉得非常有趣 如果说 有更多数据 我也有可能会去找 更多数据 来做 一些比对 因为 因为我是念政治系的 我们政治系 都是要去做 这个 所谓一些科学的 研究跟比对 事后的检讨 我觉得这一次的 基本盘的流动 到底留了多少 这个 我觉得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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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 很妙 到底是 流失的多 还是拿到的多 我不知道 那但是 我觉得有一点 是我至今感觉到 非常欣慰的 也是我早上跟志强 在讲的 就是 我认为 一直到选前 一天两天 知识者都非常乐观的 觉得会赢 的团队 基本上我就觉得会赢 过去几次的选举 其实大家也都 都有在投票 大家都会知道 在投票的时候 其实 你大概也知道说 结果是怎么样 或者 你可能只是因为 习惯性要投票 或是你是要投立委 或是你要投谁 所以你还是出去投票了 但是在投票的时候 其实 大家就投自己支持的人 但没有 不一定会有觉得说 我们一定赢的这种心情 我想2016年 还是出来投票的那 300万 300多万支持国民党的朋友 他们在投票的时候 他们也 一定不会觉得会赢 可是他们还是会投票 那 可是这一次 这一次我们遇到的很多的人 从12月21号高雄的 这个光荣大游行之后 这个比例越来越高了 就是我们遇到周围 会主动来跟我们讲的 或者是说 在赛事场入口 很开心的跟我们比 业比2号的 民众越来越多 然后 很有信心的讲说 一定会 讲到这么肯定的 也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自己的朋友 说赢定了 什么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氛围会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你觉得 一定赢 会赢 你就会非常珍惜 自己的这张票 你就会去投票 所以投票率就会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 现在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来提一下 那个今天的热门话题 就是王立强跟蔡振元的 这个民进党的指控 好 我是游淑慧 谢谢 总统以及立委选举 2020年1月11号举行 韩国瑜能不能逆转胜 蔡英文真的已经胜券在握吗 立委席次板块又会怎样变化呢 中广新闻网与中广流行网 联合制播 2020风大选 开票特别节目 1月11日晚上5点到8点 动员全台记者与主播 透过广播 YouTube 中广新闻报 以及线上听APP 让你掌握最新选情与正情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击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雁荣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立凤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桌机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事不漏网 好早安 台湾 我是YouTuber 初家 中广十分钟早报新闻 清零爱宝宝 早安 我是张庆林 周一到周五 早上六点零六分 十分钟 让你掌握国内重点新闻 请锁定 中广新闻网 爱Radio YouTube 中广线上听 直播早报 给你听 每天叫醒你的 不是闹钟 是清零的声音 总统以及立委选举 2020年1月11号举行 韩国瑜能不能逆转胜 蔡英文真的已经胜券在握吗 中广论坛 哈喽早安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刚刚在广告时间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那个 韩市长的这个 吹票的录音广告 哇 这个是我没听过的一个 听了以后 觉得蛮感动的 其中他提到说 希望大家要 其实每一次投票都是 不是只有这一次 希望大家要 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 用心去感受 你对这三年 满不满意 你对于民进党 他不管是说 之前任用东厂 或者是现在任用一个 自称说 我就是使猪 不怕滚水烫的监察委员 你满不满意 对于民进党 把所有的高薪的 高权力的位置 全部用来酬拥给 自己的派系 酬拥给派系的二代 酬拥给自己的 相关的子弟兵 你满不满意 对于说 过去这三年来 不管是用前瞻计划 去举债八千多亿 或者是要花费两兆 去购买风力发电 你担不担心 我觉得这确实是 每一次选举 我们应该要考量的 一件事情 但是很遗憾的是 台湾的选举风气 并没有随着 民主的深化 越来越进步 我们的选举风气 越来越肮脏 越来越落后 越来越难看 这一次的选举 民进党的选举方法 基本上只有 三个招数 第一个就是 孔中 剧中 不断地去强调 中国大陆 对我们的威胁 不断地去强调 欺骗人民说 今日香港 明日台湾 台湾跟香港 怎么会是一样的 香港跟中国大陆 他们是同一个国家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我们从来没有 变成一国国 又何来两制呢 两制也要先有一国吧 他们是一国 我们跟中国大陆 应该从来都不是一国吧 我们是中华民国 所以民进党用 孔中 还有 剧中的方式 一方面制造人民的恐惧感 一方面刚好 可以顺便抹红 跟对国民党的候选人 颇红期 这是第一招 第二招就是抹黑 蔡英文没有办法说自己有多好 因为她都需要读稿 她的选举 不是在强调说 我很好 所以你们选我 整个民进党的打法是 把韩国瑜打烂 打黑 然后告诉民众 韩国瑜很烂 所以你继续选我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 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我过去三年做的不好 没有错 对我就是做的不好 我不想辩解 但是 我把韩国瑜打烂 然后就 她更烂 你们千万不要投她 她是草包 她是色狼 她不学无术 所以你们不要投她 继续忍耐 投我蔡英文 现在你们讲的打法不就是这样 很简单就是这样吗 那第三招是什么呢 刚刚说的制造对中国的恐惧 制造对韩国瑜的讨厌 那第三招是什么 制造人民对于政府的恐惧 插水表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 都很勇敢跳出来 说自己被插水表的一般民众 大家知道 台湾人 基本上我们都不希望说 第一个曝光在媒体面前 第二个我们也不希望被 跟警察局或司法单位扯上关系 所谓生不入关门 死不入地狱 就是一般如果像我妈妈也会 你被 其实我也会 你被警察局约谈 然后收到这种传唤通知书 大家都没有一个人不怕的 没有一个人不怕的 然后你害怕了以后 你还敢勇敢的出来告诉大家 我遭受到这种的迫害的时候 那样子是要有更大的勇气 所以我就说这个敢站出来 把事情的事实揭露的人 大概只有全部人的百分之一 也就是如果有一百个人都被政府查水表的时候 九十九个人会选择吞下来 息事宁人 然后乖乖的去配合做笔录 乖乖的等法院的裁定 等到没有罪的时候就松一口气 从头到尾都不敢跟别人讲 就一直很担心 只敢跟家人商量怎么办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很勇敢的敢出来跟媒体说 我遭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我们当最近已经看到了 二三十例的这样子的被查水表 很荒谬的案例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要去想象 不是只有二三十例 可能是两三千例 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不敢出来的 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我们走到哪里 都有人会告诉我们他被查水表了 我那天去基隆 就有一个妈妈 她非常的忧虑 然后她遇到每一个去助长的名义代表 都成情 遇到每一个都成情 为什么 因为她是低收入户 她是低收入户 她只是转po了一个 大家在网络上讨论的事情 然后就被罚了六千块 因为她是一个低收入户 对于我们来说六千块 就觉得说 哎 倒霉一下 今天哪里这么衰 就去罚掉了 但对于一个低收入户 她的六千块跟我们的六千块 是不一样的 但是 她就因为这个查水表的事件 然后她确实有转po了别人的东西 她就被罚了六千块 我只是 我只是觉得说 我们的台湾一直说要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你是难道要求到全民 都要对于所有事情都非常厉害 都百分之百的了解 才叫言论自由吗 不是吧 过去在马政府时代的时候 民进党有多少人嘲笑马英九 的是死亡之握 然后连那个什么 甘比亚的总统得了脑癌 都要去在网络上造谣说 啊 她也跟马英九握过手 就是到这个地步 这些荒谬的言论 甚至谢长廷 就是谢长廷这个坏蛋 这个台湾 这二三十年来 最坚巧最坏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还曾经影射什么 他还曾经去影射说 那个马英九总统 有一个非常光碟 然后这个非常光碟 他说他看过 然后还说 哎呀 这个 哎呀 他也是 大家 我们也不能说 同性恋是一种错啦 他这样子讲话 就是在误导 你知道他是律师 他是个非常干脚的历史 非常坏的一个人 他告我我也要说他非常坏 非常无耻的一个政治人物 这么老来这么无耻 都不知道说 为台湾树立一个好的典范 无耻这么多年 还越来越无耻 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他就是 他是律师 他就是故意用这种 很恶心的方式 让人家听了以后 被他所误导 哎呀 这个 这个光碟我看过啦 同性恋也不是一种错啦 我也不要多去讲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的意思不就是在指控 马总统的进取项吗 对不对 然后你还要说 哎呀 这个 有些事情 我看过内容 也不方便在大家面前说啦 他毕竟是 七百万人选出来的总统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像说的 好像你看过 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你这个人超厚道的 所以你不说 无耻 然后他又怎么说 李嘉芬的事情 哎呀 李嘉芬跟杨慧如 一起看棒球 他为什么不说 李嘉芬跟两万人 一起看棒球 所以 一个身为律师 很会讲话 很赶跳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却可以 一直在高位上 然后一直在利用 他的一些 人脉子弟兵 一直在 做这些 不对的事情 只有他一个人不对吗 没有吧 他的子弟兵杨慧如 杨慧如为什么变成 那么大尾的网军 还不都是来自于 他的子弟兵 不管是市议员 或是立委 到处帮他瞧事情 所以 说句不好听的啦 民进党里面 除了新潮流以外 泄系表面上是说解散了 实际上他们这些 姿姿佼佼的子弟兵 在民进党的 的执政之后 散落在各个地方 还是在运用自己的关系 在吸干吗 干国家的资源 对不对 有关系就是没关系 所以 刚刚 刚韩市长说的 就是我们 他从来不会说 你一定要投我 你如果投蔡英文 你就是白痴 你就是草包 民进党都会这样子 你投韩国语 你就是草包 他们都会这样霸凌 民进党支持者 都会这样霸凌别人 韩国语的支持者 什么时候去霸凌 说你投蔡英文 你就是草包 你就是 没有智商 被一骗再骗 你都会被骗 我们不会这样 去指扣人吧 韩市长也不会吧 反正选举就是这样嘛 民主民主 他所有自作自受 这个我是 我是认同的啦 好 那 刚刚提到说 今年的选情 大家 蓝绿可能都很有信心 这算是 十几年来 我们 很少看到的一个状况 蓝绿的支持者 都非常坚定的 相信自己会赢 所以最后的 关键点 就只有一个 就是 投票率 选战已经到了 最后最后的 last time了 已经没有 太大的 除非像319那样的事情 outboard那种事情 否则已经不会有 太多影响选举结果了 最后会影响选举结果 就是你要不要出来 投下那一张票 毕竟说什么都是假的 一张一张票 一直读出来 才是真的 所以你会不会去 投那一张票 才是重点 好 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来 刚刚有网友说 民间的选举策略 想起北风雨太阳的故事 好 等一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故事 我是有赎慧 总统以及立委选举 2020年1月11号举行 韩国瑜能不能逆转胜 蔡英文真的已经胜券在握吗 立委席次板块又会怎样变化呢 中广新闻网与中广流行网 联合制播 2020方大选 开票特别节目 1月11日晚上5点到8点 动员全台记者与主播 透过广播YouTube 中广新闻报 以及线上听APP 让你掌握最新选情与政情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网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琦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击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网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彦荣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立凤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事不漏网 好早 台湾 我是YouTuber 出家 中广十分钟早报新闻 清零爱八报 早安 我是张庆林 周一到周五 早上六点零六分 十分钟让你掌握国内重点新闻 请锁定 中广新闻网 爱 Radio YouTube 中广线上听 直播早报给你听 每天叫醒你的 不是闹钟 是净铃的声音 总统以及立委选举 2020年1月11号举行 韩国瑜能不能逆转胜 蔡英文真的已经胜券在握吗 立委席次板块又会怎样变化呢 中广新闻网与中广 中广论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游淑惠 欢迎收听新奇事的 中广论坛 刚刚前一段本来要提到 就是今天蔡政员的 民讲指控蔡政员的这个事件 我想要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因为我也没有 我刚刚现在在节目上 我也没有看到国民党 蔡政员傅秘书 现在在开的记者会 但我有看到昨天晚上 民进党或者是说 又有一些什么不知名的人事泄漏啊 等等的 我们现在新闻都可以这样写 不知名啊 据什么 据读者爆料啊 然后啊 什么不具名的消息啊 什么的 这样都可以 这样我也可以一天到晚写一堆啊 都说不具名 这很像 我们看到上节目 有一对命理师在讲说 哎呀 我曾经遇过啊 一个什么什么 都无可考的 都没有办法可考的 现在媒体新闻 好像也变成这样 好那昨天有一个新闻 就晚上 晚上独家的时候 就有一个新闻说 哎 蔡正元跟一个大陆商人 叫孙 孙什么都忘了 然后一起去逼迫这个王立强 澳洲这个王立强 要他说 他过去 有接受民进党的指使跟好处 所以才来攀污韩国瑜 攀污说有共谍介入选举 这件事情 这个是昨天晚上 我想应该是有民进党阵营 释放出来的消息 好 不管他 就是说 哎 蔡正元 为什么明讲 为什么昨天晚上会释放出这个消息 是因为昨天 蔡正元赋密 党中央那边有发新闻通知 说今天 会开针对王立强的记者会 而且会释放一些录音 现场会有一些提供一些录音 让媒体记者来了解 昨天 当国民党发了这样的采通 以后 两三个小时之后 这样一则新闻就出来了 而且变成热门的新闻 就是 哎呀 那个蔡正元手上的那一个影片 就是 他去逼王立强录的 什么什么 逼王立强说是民进党的 的指使 收了民进党很多好处 好了 那 昨天晚上 先抢先的那一篇报道里面 提到王立强说 那个 蔡正元跟那个大陆 孙性商人 答应说要帮他还债啊 然后还有用他家人的安全来威胁他啦 等等的 所以他不得不去录这个音啊 指控民进党什么 我觉得 王立强 这个诈骗犯 这个台语叫做 三公四老虎 就是你讲越多 你的漏洞越多 第一个他已经是诈骗犯这件事 已经无庸置疑了 连绿媒都不敢再去过多去提起 说王立强说了什么 连蔡英文都不敢说 我制定反渗透法是因为王立强 都说 哎呀 我本来就要制定了 才怪 大家以前有听过反渗透法这几个字嘛 因为连绿媒或民进党都知道说 王立强这个诈骗犯 其实已经被看透了 好啦 那他现在又出来说 他出了债杆 说自己是被蔡政员逼的 所以才去录 因为蔡政员跟他讲说 哎呀 我会帮你还债啊 要不然你大陆的家人会有问题 好啦 这不是就更露底了吗 更证明王立强你就是个诈骗犯 你一个情报 如果一个高阶的情报官 可以动用几十亿来借选的情报人员 你大陆还会有欠债啊 你还有什么债务问题啊 你不是高阶的情报人员吗 你不是可以动用几十亿吗 那你说 蔡政员说要帮你还债 那就代表你就是个负债累累的诈骗犯了 不就是某一种沉住的证实吗 第二个 你说 中国大陆现在用你的家人的安全来威胁你 威胁你要去咬民进党 在你到 偷渡到澳洲的时候 当你到澳洲的时候 然后你对媒体讲说 你是中国的情报人员的时候 当你做这样诈骗的时候 你其实就没有在考虑你在大陆的家人了 不是吗 你在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本来也没有考虑你大陆的家人啊 你的妻子跟小孩不是也都早就被你送到澳洲了吗 当时的故事不是这样吗 你先把妻子跟小孩送到澳洲来念书 还是什么都忘了 然后你才勇敢的到澳洲来投奔自由好了 那你现在大陆的家人 到底有没有家人 有家人的时候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在乎 现在又说你是家人被 被大家拿家人的生命来逼迫你 来那个 来要挟你说你要去指控民进党 所以王立强的这个 这个发论述已经越来越烙气了 而且大家知道 如果他真的是中国的情报人员的时候 他愿意到投奔到澳洲去 愿意把他知道讲出来 他一定会被澳洲政府高度的保护 我想所有台湾民众 我们就算不知道 所谓的国安问题 或是国家的国际情势 外交上面的问题 我们就算都不懂 我们也看过电影好不好 我们也看过电影好不好 连那种污点证人 都会被高度的保护 保护在安全屋里面 对不对 然后帮他改名换姓 连一个污点证人都会被 那一个如果真的是高阶的情报人员 投奔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说真的啦 美国就会抢先的保护他了 澳洲也会把他保护起来了 这么容易 台湾的蔡正远 就可以这么容易的去找到他 然后也可以去威胁他 不觉得这个剧情很荒谬吗 那就代表他真的不是情报人员 从后到来澳洲就没有管他 然后他现在跑去报警说 我被危害 那你就没有 你就不是供蝶啊 危害你干什么呢 现在大家只是想知道说 你如果不是情报人员的话 你之前那些指控 你是为了什么目的 有没有人叫你这么做 如果没有人叫你做的话 一个诈骗犯还能找到媒体 然后还能变成国际新闻 后面没有人帮忙的话 你相信吗 什么时候诈骗犯都这么神通广大了 什么时候诈骗犯都可以随便找到媒体 而且是国外的媒体 澳洲的媒体就爆料 然后就来指控台湾的选举 如果台湾的选举被一个诈骗犯 那影响的话 那我说真的 台湾的选举太好影响了 人家中国大陆或是其他的国际 他还没有出动情报人员 出动军事的方式来干扰 一个诈骗犯随便说一说 然后我们就一下子相信 这一下子被带去这样团团转 大家记得 王立强不管讲什么 他就是个诈骗犯 一个诈骗犯 他今天可以骗你A 明天也可以骗你B嘛 对不对 王立强说蔡振元 恐吓他威胁他 那王立强又录了一个录音带说 我被民进党要挟 然后王立强又一下子说 我的妻子小孩已经在澳洲 所以我才敢出来讲 一下子又说 大陆用他家人的生命在威胁他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台湾的民主选举 我们自己要保护 如果一个 中国大陆的诈骗犯 都可以影响的时候 那台湾也没有所谓的民主可言 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感受 谢谢大家 下礼拜再见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 谢谢大家